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每个国家都很厉害的VBOY 能不能比较一下各个国家的优缺点 也包括我们自己台湾 韩国早期就大家知道旋转最厉害 不管你大早风 抛 这种旋转类最厉害 韩国 那如果假设是以基础 然后年龄层最小 最广泛 就开始接触BREAKING 日本 你看那个七 八岁 十岁就很厉害了 日本跳舞王不管什么风格 他们这个传承性很重要 对 从小就开车 LUCKING POPING POPING 从小就开始跳 看那种小朋友的VBOY 跟爸爸一起跳的 对 那个风车 鞍马 都接到哪里去了 对 超厉害 对 他们都五六十岁的老舞者 到现在都还有在传承 然后在跳 所以日本应该说年龄层相当广 对 就是它是最广泛的 是 对 那台湾就是介于这个跟这个的 之间 中间 对 我觉得台湾有一点真的要说一下 台湾可以说是 资源最少 但成绩最好的一个国家 对 因为在这个小岛里面 我们对抗大国家 对啊 对 但而且都是很棒的 而且我们永远练舞的地方 就是中正纪念堂 各位观众 节目 就是中正纪念堂 中国国附近的走一下 那个地板有多硬 真的 都很 条件很不好的情况下 我曾经看过 有人在那边 头转 练一练 就直接送到对面的台大医院 好净喔 可是这不是好事 但就真的因为这种受伤 我这边就是讲一下 因为小时候我就在中正纪念堂 练习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 秀一下给大家看好了 哎呦 就是 没有 不是秀 秀三头 我还要秀一下 三三害 这个地板太好 就是 有没有看 这边有一个凹很大块的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在中正纪念堂风车 它缝不是很大吗 然后就转 然后就刮到那个角 然后就这一块就 整个削掉了 削掉了 然后你 然后这边其实就是骨头 然后我就这样看 白白的 然后我就自己去 去认识 等一下 白白的是什么 白的是骨头 就这样 对 你看这很深 这的确很深 这个 好恐怖 是 可是那时候就是为了要跳舞 你也不会管那么多 就是一股热血 对 那欧美的B-boy 风格应该是怎么样 像德国的选手 他们最著名的就是 他们玩的招式 是一般人不太敢做的 其实说实在有点生命危险 危险性比较高 他们很有名的B-boy 叫做 Leo Amor 他其实不太听音乐 不太跳舞 但是他的招式是 你想做也做不出来 他直接炸身体 用生命去换的 用生命去换的 真的是用生命的 我们台湾也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群人 他们在 那如果他们去比赛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他们在欧洲造成一股旋风 变成欧洲的B-boy 很爱玩高难度的招式 而且特别就是像法国 德国 他们真的就是不怕死 但那个真的要强调 身体强度一定要很好 就像我们这种那么瘦 去玩那种方式的话 基本上都会更严重 对 都是骨折的 每天医院报到这样子 当然他们也有很好的基础 对 那这起 在近年来 中国B-boy也崛起 对 那中国B-boy 你在你们眼中看起来 觉得是怎么样子的一个style 简单来讲 其实就是在大陆这边 B-boy其实在技术上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超 其实我们为什么 我们先举几个 比较简单的 杂耍 他们小时候就接触杂耍 所以他们的什么单手记忆 我们是练什么 单手要怎么这样上去 五六岁七八岁就 地址还不上去 你看奥运的时候 中国的表现就知道了 体操 然后第二个就是体操 大家一定知道 世界最有名的体操服 就是在那边 就是中国 所以你说什么安马要不要练 不需要 直接会 直接就会了 轰车要不要 不用 你跟他讲这个脚怎么样动 他马上就 所以在技术层面上面 他们的 其实是领先台湾 那当然台湾 对于文化的累积 然后对于这个 音乐性呢 台湾还是会比较好 但因为文化上面了解比较多 所以在音乐上面了解 就会比较广泛一点 所以在基础上面的环境 其实台湾会展现得比较好 但在技术上面 其实的确 中国表现真的会比较出色 因为它有这些底子在 而且比较有特色是 我遇过几个以前是做 做这个叫做 他们学功夫的 所以他们身体 我对武术 他们身体的条件太好了 太好 平衡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好 你没有话讲 都住在河南的东西 后来其实是少林寺来提款 然后还会一点气功 我讲这个 我就提外话 我上次去郑州 的确遇到一个常上电视的 他很有名 但我名字真的忘了 他是少林寺的 打拳的 然后他特地来上我的课 对 然后我就说 那你会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想要 了解太多文化面的东西 结果我问他文化面的东西 他就打他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技术怎么样 他说老师 你看 我说什么全部都会 对 什么全部都会 翻来翻去 对 什么都会